十三歲開始打冰箱 不止十年歲 大約十一年歲 十二歲到十年歲 精靈因為我欣賞他很有毅力的打法 從星期一至六 由中午訓練 至晚上當中冰箱球訓練 和體能訓練 訓練時間 訓練時間長是最大的挑戰 因為需要長時間集中精神 對我來說很大的挑戰 每晚完成訓練後 回家中爸爸問我辛苦了 訓練過程是怎樣 對我身體狀況 身體狀況 關心我身體狀況 累不累 日日練 日日練 好 好 練習多些 最近太國比賽 最近好像在泰國 好像在七 好 OK 海外賽事 最近參與了 在泰國舉行的海外賽事當中 我參與了 旅單 旅商及旅商的賽事 收獲了兩塊獎牌 很開心 第一次 應該不是第一次 應該說第一次 配奇 雙架 那場打得很興奮 對自己有關 對阿梅和阿亭亭的場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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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拿了這麼多獎牌 是很開心 對阿梅 對阿梅 參與得這麼多個比賽 都作為一個運動 要堅持和老實 我沒太多場賽事 因為太多場賽事 我都不知道哪場打哪場 那場 對阿梅和阿亭亭 第一次得了2012年那塊 賺我的金牌 因為第一次拿到奧運金牌 因為這個很特別的獎牌 接下來的目標是想參加多一次奧運 還有如果退了就打算做助教 令我時間觀念好了改變了我昨天學習 控制了一些情緒 時間觀念好了一些 以前經常遲到我上學 然後時間觀念好了 控制情緒好了一些 最重要是堅持萬萬 我們總有一天會成功